大炮不断往远处目标猛红 俄罗斯国防部宣称 乌军在利息昌斯克附近损失惨重 在卢干斯克的亲俄叛军还说 已经控制了进出利息昌斯克的所有主要道路 包含苏美 尼古拉耶夫 哈尔科夫通通遇袭 来自伊拉克的媒体亲自到哈尔科夫前线 感受炮火威力 沿路都能听到刺耳炮击声 俄罗斯不怕北约东扩照样火力全开 猛攻乌克兰 同时俄罗斯总统普钦也没闲着 普钦开战后首次出访 来到中亚的土库曼取暖 顺便出席离海国家峰会 只是媒体追问的 依旧是西方领袖对他的嘲讽 其实普钦超在意 普钦会这么呛是因为G7领袖 拿他打赤膊的骑马照开玩笑 还想脱衣露胸肌比谁更硬汗 这让普钦忍不住开栓 按指西方领袖得先练身材 才不会伤眼睛 普钦隔空斗嘴 从身材体型到性别都能吵 短暂停留中亚后 普钦赶回莫斯科 接待印尼总统佐科威 聚焦解决粮食危机 普钦否认阻挡粮食运送 反咬西方国家才是 粮食危机加剧的原因 印尼身为本届居团体 轮值主席国 佐科威先后访问乌俄 当船身筒调停战争 只是战火没停止 北约又东扩的情况下 国际担忧下一个俄罗斯目标 可能是这里 位于立陶宛波兰边界 大约96公里的狭长走廊 苏瓦乌基走廊 连接俄罗斯飞地 加里宁格勒到白俄罗斯的通道 能孤立波罗的海三小国 早被俄罗斯寄予许久 拿望远近随时间看 一旦接到尽头的俄军 当立陶宛封锁加里宁格勒 苏瓦乌基走廊处境更危险 这也是为什么立陶宛不断喊话北约 要在境内部署更多盟军 尤其是俄罗斯外长还放话警告 俄外长强调与西方之间拉下一道新铁幕 与欧盟关系不复存在 也将不再相信欧盟跟美国 重演冷战时期的两强对抗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